我们经常说树木可以美化校园 但是您知道吗 他生病倒下来了也会危害校园 今天有民间团体特别带着树医生 来到拥有一大片梅树林的台东县利家国小 为校园里面严重感染了疾病的梅树 开刀治疗 树木生病了也能动外科手术 福田树木保育基金会的树医生 用铁锤和凿刀像是外科医生一样 一刀一刀地清除台东县利家国小 严重感染赫根病的梅树树根 赫根病是躲在泥土里的一种细菌 会慢慢侵蚀树根 而且还会传染给其他树木 台东县利家国小校园里的 20多棵30年以上树林的梅树 就是感染了这种病 所以这一两年的冬天 梅花开得特别少 今年请来了树医生 住校10天为他们治疗 小朋友们也绑上黄丝带 希望陪伴他们长大的梅树早日康复 我要祝福着 赶快好起来 木头被侵蚀以后 它就没有支持的作用了 没有支持作用 很容易倒或是封倒 其实赫根病是目前校园树木 最大的杀手 一旦树根染病 树木枯萎随时都会倒下来 影响校园安全 所以校园的树木生病了 一定要好好治疗 赫根病现在在校园的危害 非常的严重 那如果不赶快根除的话呢 可能对学校的 学生的安全都会造成危害 除了赫根病还有铁树 借壳虫和加东树的幼小峰 也是危害校园树木的病虫 但是学校都束手无策 所以这次书医生也借这个机会 训练了一批志工 让更多人来维护 校园树木的健康 记者江明哲台东报导 在学校园树的医生